關心九合一選戰的消息 我們先看到金門現在傳出了會選的情況 檢調查獲了一位縣議員的候選人莊角 透過一位金門大學的許姓學生作為小莊角 用每票5000塊錢向金門大學的學生買票 有兩位莊角已經遭到羁押禁見 而許姓學生以1萬元繳保候船 第一選區的青年候選人 他的莊角 這是陳姓張姓 這個莊角 透過這兩位莊角 向許姓莊角 向有投票行人行匯 每票是5000元 接受會選的20多位學生當中 有不少是首投足 檢調在三位大小莊角的住處搜索 查扣了會選名冊 账冊 存責等相關的證物 並且約談了莊角跟選民的12個人道案 校方表示少數的學生沒有辦法克制利用 接受了買票 而校方會等待判刑確認才會進行懲處